好好吃喔 哈哈哈哈 張希上菜今天就來給大家做快熟料理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菲律賓的家常菜 我前幾天啊 跟幾個菲律賓的好朋友 跟他請教我們之前在菲律賓餐廳 吃到的那個很有特色的菜 叫做茄子蛋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今天要準備哪些材料 第一個 我們今天去市場買了一個長的茄子 10塊錢 然後你買了這個小番茄一顆 5塊錢 這麼大一顆洋蔥 10塊錢 這三個原材料加起來 一共就是25塊錢 另外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現在最貴的雞蛋兩顆 今天我們要做的茄子蛋 就這麼簡單 第一個步驟 然後這個茄子啊 要在明火上面烤一下 我們現在就準備移到院子裡面去 烤茄子 這麼 GO 我們就在我們家的櫻花樹下烤茄子囉 因為我菲律賓的好朋友跟我說啊 他們在那個當地 有人用水煮的 有人用烤箱烤 但是最到底的還是要用明火烤 因為這樣子才會有一點點煙燻的味道 才是真正的菲律賓風味 所以我們剛剛刪了一個火 現在在櫻花樹下烤茄子 來 大家看一下今天 超冷 這個要烤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一會再來看 烤到它皮有一點點焦 然後起泡泡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起來了 現在這樣大概烤了多久 三分鐘左右 剛剛已經開始有點出水冒泡 軟了 有沒有這樣 很前面也要香蕉 原來很清香的味道 對啊 小時候啊 捐存沒錢 沒錢買肉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是拿這個茄子把它切成丁 當做肉來炒 可是小朋友又特別討厭吃茄子 如果他把皮剝掉切成丁啊 吃不出來那個就很下飯 炒得香香辣辣的 可是如果看到茄子那個紫色啊 就一點都不想吃 可是茄子很奇怪 它就是會有一點肉味 對 當做肉來用 小時候 皮有一點點 膨起來 然後有點脆脆的 大概就烤得差不多了 有沒有看到 好 這一塊我們就先把它拿起來 擺到旁邊放涼 這兩個 再烤一下下 茄子烤好之後啊 我們就把它拿起來 擺到旁邊放涼 可是我們還是要過一下夫妻倆的小生活 所以我們乾脆弄了一些牛肉 趁他放涼的中間十幾二十分鐘 我們來烤一下牛肉跟雞肉吃一下 而且不會浪費這個木炭 對呀 茄子烤好也放涼了 我們就拿過來下一個步驟要剝皮 你看我們剛烤的焦焦的皮就很好剝 它有一點凸起來 就直接把它皮給 直著把它剝掉 如果沒有烤的夠焦啊 它的皮就沒那麼好剝 我們現在把皮剝好了之後 他們最主要啊 菲律賓人都是用那種短的茄子 我們的茄子長 他們說這個頭絕對不要給弄掉了 這個時候 烤的這種顏色 把皮剝掉之後 帶有一點點那個 核色 是烤的最好的時候 然後拿一個叉子 把它壓扁 不要把頭給壓掉了啊 壓扁來 攤開 嘿 這樣就處理好了 這個是菲律賓的 對對對 菲律賓的生命 我們上次也是在菲律賓的店吃到 就是吃到 才特別去問我們公司 菲律賓的好朋友來教我了 就變成這樣 好我們接下來要來打蛋 今天最 價值最高的主角 我們今天有兩顆雞蛋 我們今天有兩個雞蛋 這最貴了 把它打開 打散 打的過程中啊 調味一下 半勺鹽 這種剛抹好的胡椒粉 再加一些 再拿 好了 準備一個盤子 我們就把這個蛋液給倒下去 把剛剛壓好的這一片 放進來 泡蛋液 給它泡著 我們就準備來 就泡著就好 我們來起油鍋了 它這還 是他們的早餐是不是 他們日常 街邊的小吃都會吃早餐 午餐晚餐都可以 嗯 它那就一碗飯 然後把這個東西蓋下去 待會你就會看到了 把這個拿過來 我們今天還有兩個點料啊 一個是番茄 一個是洋蔥 剛剛我在烤茄子的時候 老婆已經都幫我切好了 熱鍋了 這個加不加都可以喔 加這個看起來比較豐富 而且比較好吃一點 營養吧 對 茄子跟雞蛋都是很會吸油的 嗯 所以我們待會油啊 稍微給它多加一些些 就把它 拿下來 這個時候 上面撒一些洋蔥丁 一些番茄丁 這樣來囉 然後呢 再把 蓋在上面蓋一點 給它煎一下 等它盛醒了 我上次去電影 有看到我以為是炸豬排 哈哈哈哈 好 給它煎一會兒 給它煎個一分鐘左右 下面差不多成型了 就這樣 一 二 三 翻過來 嘿嘿嘿嘿 再給它煎一分鐘 過了一分鐘差不多了 這個頭 大家剛說不要把它弄掉 現在知道了齁 給它轉個面 來 盤子拿起來 一二三 嘿嘿 還蠻有樣子的 怎麼樣 這個就是菲律賓的茄子蛋 菲律賓人啊 他們在吃的時候 喜歡用酸酸甜甜的 香蕉番茄醬 台灣不容易找到 我們就直接用番茄醬 我覺得味道也是很好吃 對 他說那個番茄醬也可以加香蕉 對 香蕉番茄醬 比較甜一點 台灣的直接加 番茄醬就好啦 各位好朋友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今天做的菲律賓日常美食 茄子蛋 茄子蛋 OK 如果不說的話 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看得出來嗎 猜多難 老婆你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你猜它是什麼 我說是那個 排骨 是炸豬排 可是看起來就不像喔 我們來嘗嘗看 這個真的特別好吃 而且這樣成本 你看我們茄子 這一塊才三分之一個 成本就是不到20塊錢 就出一道這麼好吃的菜 把這個東西整個蓋在飯上面 它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茄子蛋 蓋飯 好好吃喔 我覺得這個應該也很適合找人家 因為都是軟的又營養 沒錯 這就是想做給我爸爸吃學的 第一個你看有蛋 有茄子 茄子是所有蔬菜裡面 紫色最高的 所以它的維生素的含量特別高 裡面還有生的洋蔥 還有番茄 還有番茄醬 其實這樣吃下去 營養就夠了 而且牙口不好的人 隨便都咬得動 還有一個特別的好處 騙小孩很好 小孩都不喜歡吃茄子 你看它根本看不出來 如果你把頭一拔 根本搞不清楚 超好吃的 滑滑嫩嫩的 比煎蛋更好吃 因為多了一些口感和茄子 煙燻的香味 太棒了 老婆要不要吃一口 待會再吃 各位好朋友 今天跟大家示範的菲律賓茄子蛋 成功 成功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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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